第九十八章 嚣张跋扈 砰 就在雷天豹要给杨剑雄一脚时 只见一个垃圾桶忽然凌空飞来 雷天豹脸色微变 双手一挫 横在身前挡击 一声巨响 垃圾桶轰然碎裂 满地狼藉 只是雷天豹也蹬蹬蹬后退了两步 他怒不可斥 哪个王八蛋偷袭我 没等一杆手下锁定目标 只见一个身影撞了过来 拉扯陈晓月的几个猛男身躯俱正 手脚晃动跌飞 叶凡一把抱住亮枪的陈晓月 接着脚步一挪又往前一冲 又是四五个黑衣汉子被撞飞 杨剑雄困境顿解 老杨 没事吧 叶凡又把杨剑雄搀扶了起来 脸上带着一丝歉意 水喝太多 厕所待久了 没想到连累到杨剑雄 没事 要不了我命 杨剑雄咬牙起身 不过有人要没命了非凡实现 当众行凶 还有群殴的耻辱 都注定今晚有人要付出惨重代价 咔嚓 叶凡也没有废话 伸手一搬 把杨剑雄脱旧的手臂复原 随后他冷冷盯着雷天豹一伙人 动我兄弟 活腻了 叶凡 此时 雷天豹已经反应了过来 目光死死盯着叶凡 你就是叶凡 叶凡低沉出声 没错 你们是孟大军的人 这么快找上门 还出手狠辣 除了孟大军 叶凡想不出其他人 听到孟大军这个名字 杨剑雄眼睛蹦射凶意 混账东西 孟懂名字是你叫的吗 一个黑衣猛男勃然大怒 操起垃圾桶砸向叶凡 砰 叶凡看都不看 脚步一滑 直接撞入对方怀里 砰 黑衣猛男瞬间被撞飞 带倒了两名魁梧同伴 呼 趁着对手混乱 叶凡又冲了上去 一记凌空膝撞 把一个大块头撞翻几个跟头 绊倒一片人 接着 他蛮横地撞入了人群 拳头呼呼声风 惨叫声 碰撞声 喊叫声 此起彼伏 有人倒下 有人流血 同时有人补上 磅扶飞蛾扑火 源源不断 叶凡把刘富贵救了回来 随后冷笑住俯身 霸道地扫堂腿掀翻三人 然后再次弹跳 他居高临下的凶猛肘击 一个虎背熊摇的猛男 直接尾盾淤地 浑身抽搐 脆哭拉朽 威猛无敌 混账 见到大半同伙倒下 雷天豹又怒又惊 愤怒叶凡打伤他的好兄弟 震惊叶凡这么能打 他闪出一把土枪 不准动 他感觉到叶凡厉害 所以散去单挑念头 再动 我就崩了你们 与此同时 几名同伙也拿出散弹枪 指向了叶凡的要害 叶凡微微皱眉 雷天豹的短枪没什么 但几个同伙的散弹枪麻烦 这些枪杀伤力不强 但打击范围非常广 一枪就是几百铁柱 叶凡收拾雷天豹 他们没问题 只是一旦混乱 杨剑雄他们安全没保障 子弹无眼 拿枪止住我 杨剑雄勃然大怒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雷天豹枪口一抬 信不信我崩了你 助手 叶凡低贺一声 他是杨署长 他是杨署长 我还是杨试手 雷天豹牢牢握着散弹枪冷笑 小子 别装枪做事 你伤了孟总 今晚躲不了 孟总他们正等住你 你老老实实跟我们走一探 他用枪口戳了戳叶凡的胸口 你敢说个不字 我立马帮你 信不 刘富贵下意识喊道 凡哥 别跟他们走 扑 雷天豹凶光一露 吐枪一偏 钢珠从枪口喷出 毫不留情打入刘富贵的小腿 一股鲜血蹦射 刘富贵闷哼一声 脸上掠过一丝疼痛 但硬生生忍住身躯亮枪 扶住墙壁 稳住 陈小月他们一阵死寂 看住地上鲜血 全都生出了一丝恍惚 怎么都没想到 雷天豹如此凶残 雷天豹紧握着枪柄 走 还是不走 接着 他又枪口一移 又是扑的一声 杨健雄的左臂也重担 杨健雄咬牙忍住 走廊弥漫一股子硝烟和血腥 最后问你 走 还是不走 雷天豹把枪口指向陈小月 你再能打 能打过我们六支枪 就算你能躲 你女人 你兄弟 他们能躲 雷天豹也是一个老江湖了 知道怎么要挟叶凡这头猛虎 混账 你们感动叶老弟一根毫毛 我一定让你们不得好死 杨健雄握着流血的胳膜 说不喝道 我杨健雄说到做到说话之间 他身上自然而然流露出一股杀气 目光也变得阴冷残酷 让几个人下意识吃惊松了手 后悔 你他妈的算哪根葱 雷天豹拿枪口一戳杨健雄额头 我雷天豹是你这种货色 能吓倒的吗 再说一句 我打抱你膝盖 让你一辈子坐轮椅信不 土枪威力有限 但打碎膝盖绰绰有余 杨健雄还想再出声 叶凡却抢先开口 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不爽对我下手 他是闲聊的医院病人 一个无辜的人放过他 还有我的同伴 我跟你们走 去见孟大军 叶凡与其很是平静 你感动他们 我于死网破 杨健雄憋屈吐出一口血水 不过没有再出声针锋相对 他没想到这些人如此狂妄 不仅在医院里面行凶 还全都带着家伙 出手更是很拉精准 就是此刻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杨健雄还见到几个人拉远一点距离 持枪对住他和叶凡 虽然脸上都是宁孝和鸡巢 但并没有太多的轻敌意味 还真是训练有素的人 好汉不吃眼前亏 杨健雄扭转过心态 但心里给对方判了死刑 雷天豹微微皱眉 不甘心地扫过陈小月一眼 这女人虽然不是极品 但带回去还是可以享用的 而且孟江南再三叮嘱 要把唐若雪抓过去 只是看到叶凡阴冷眼神 他又知道 如果强行要这女人一起走 只怕叶凡真会死磕到底 他的手臂到现在都还疼痛 雷天豹撕立一番 最终一声令下 带走 他准备先把刺头叶凡带回去 然后让几个手下杀个回马枪 把唐若雪重新绑过去 叶凡被十几人压入车里 车子绝尘而去 刘富贵和陈小月满脸痛苦 杨健雄咳嗽一声 吐出一口血 怒意旺盛 他拿出手机 全体集合 第九十九章还认识我不 三十分钟后 青山安保基地 这基地位于中海郊区 凤凰山下 还设有高墙 电网和大灯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正规监狱 事实青山公司 也从事着很多擦边球生意 押韵 拆地 堵截 催债 只要出得起钱 孟大军都做 叶凡被雷天豹他们推下车时 他还隐约看到训练场跪着十几号人 有男有女 哭哭啼啼 慌尝一团 好像是什么欠债的家属 以及钉子户 看什么看 走雷天豹 让受伤手下去处理伤口后 就亲自推散着叶凡 走入一栋办公楼 气势汹汹 在车上的时候 他就亲自给叶凡 戴上了手铐和背铐 不担心叶凡突然发难 要了他的小命 办公楼尽头的房间洞开 差不多有三百平方 除了关公金身外 就是一些刀枪棍子和长鞭 叶凡走进去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十几个男女 已在等他 孟江南和司徒靖赫然在座 他们一边打着消炎点滴 一边愿毒看住叶凡 一副恨不得把他生吞活泼的态势 受伤的两人原本在医院疗伤 但听到雷天报抓到叶凡 他们就无论如何都要过来看一看 叶凡受苦受罪甚至丧命 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良药 不亲眼看着叶凡毁灭 他们一辈子都有阴影 孟江南和司徒靖的身边 是常年跟随的同伴 在会所丢尽的脸 也要在同伴面前找回来 几个时尚高挑的女人望向叶凡 露出的白嫩双腿交叠 姿态极其撩人 或多或少流露幸灾乐祸 三个小时前还一起风发 结果转眼就成阶下球 这说明吊丝永远翻不了天 孟大军倒是还没出现 似乎对这场面不是很浓兴趣 小子 想不到我们这么快见面吧 孟江南看住叶凡哈哈大笑 我说过 我是你得罪不起的人在会所牛哄哄 现在当孙子了吧 司徒靖强忍伤势起身 走到叶凡面前伸出手 轻轻拍着叶凡的脸颊 以为会点伸手 有点胆量就牛叉了 告诉你 中海的水不是你一个愣头青能想象的 待会 我会亲自动手 你捅我一刀 我就用剪刀剪你命根子石下 他拿出一个烟盒 冷笑 卖悠悠拔烟 傲慢而张狂 姐姐一定好好伺候你 叶凡眼皮子都不抬 完全无视对方叫嚣 几个时尚女人嘴角翘起 浓郁不屑 觉得叶凡装插过头 都这时候了 还装模作样 在他们看来 叶凡心里肯定害怕死了 不过你先别担心 我们暂时不动你 司徒靖手指挑起叶凡的下巴 等阿抱把你女人抓过来 在一起慢慢炮制你们 你不是唐若雪老公吗 你不是爱他爱得疯狂吗 你不是冲冠一怒吗 行 待会就让你眼睁睁看着你女人 是怎么被孟总他们肆意玩弄的 司徒静一脸玩味 看住叶凡 别愤怒 别不爽 到了我们手里 你只能认栽 单纯身体折磨叶凡 没意思 要撕碎叶凡最看重的东西 让叶凡生不如死 那才痛快淋漓解气 孟江南微微眯起眼睛 我好像闻到了唐若雪的味道 嘖嘖 那女人 真不愧是中海大游物啊 十几个汉子 文言哈哈大笑起来 笑容说不出的猥琐和邪恶 笑吧 笑吧 再笑一会 以后就没得笑了 叶凡没有半点愤怒 只是同情看住他们 不 是连明天的太阳 都看不到了 雷天暴见状脸色震怒 草 你嚣张地求啊 司徒竟也冷笑一声 还明天太阳都看不到 你算什么东西 几个靓丽女人 文言也娇笑不已 都成阶下囚了 还这么嚣张 这上门女婿 真是死鸭子嘴硬 他们一边摆弄着手机 一边等待叶凡贵的求饶 小子 我现在看你很不顺眼 雷天暴走到叶凡面前狂笑 跪下 我让孟总给你一条生路 刚才在医院 被叶凡伤了不少人 雷天暴觉得 是时候出口气了 滚 没等对方话音落下 叶凡猛地抬腿 狠狠踹出一脚 正好命中雷天暴腹部 雷天暴闷哼一声 向后退了几步 脸上还有一丝疼痛 不过并没有向后倒下 全场一静 随即都震惊无比 这时还敢还手 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几个黑衣猛男冲上去 死死按住叶凡 敢踹我 够重啊 雷天暴凝笑不已 抓起一刀冲上来 那种疯狂气息 让每个人都心静 来人 把他按住 我要亲自捅他十八刀 几个猛人按住叶凡 如果我是你们 现在最该做的 是马上从后门跑路 叶凡耳朵 已能听到远方动静 青山公司 很快就要倒霉了 青山公司倒霉 几个靓丽傲慢的女人 不以为然 或撇嘴蔑视 或扑齿娇笑 青山安保公司 从建立那一刻起 就无人能招惹 无人能撼动 吓唬老子 你还嫩点 哐当 就在雷天暴 要捅叶凡时 外面忽然一声巨响 厚重铁门 被车子狠狠撞飞 声音巨大的 惊动了所有人 接着汽车轰鸣 直升机大作 还伴随冷漠 却精准的枪击声 谁都听得出 这是单方面的杀戮 砰 房门被一名黑衣猛男撞开 惊慌失措喊道 鲍哥 有人公路进来了 叶凡看住雷天暴 他们一笑 你们完蛋了 几个漂亮女人 盯住叶凡 难以置信 此刻 高墙电网圈起来的基地 击飞狗跳 前门后门 几乎同时被汉马车撞开 接着12辆防暴车 冲入院内 车窗中 不断射出子弹 毫不留情 点杀青山打手 同时 天空开来两架直升机 大灯打开 笼罩着整个基地 近百名鹤枪实弹的制服男子包围基地 不让一人落网 孟江南神情有点慌张 是什么人吃了豹子胆敢冲击这里 司徒竟拿出手机拨打 我打给孟董 只是他很快发现 手机没电 混账东西 这里是能撒野的地方吗 雷天暴反应过来 怒不可斥 兄弟们 出去给我喷了他们 他以为是叶凡的同伴来救人 忽然响应 打开柜子 拿起土枪就要出门 几个靓丽女人双眼放光 暗呼暴哥 他们就是霸气 接着还指高气扬 撇了撇叶凡 似乎再说再多救兵也没用 扑扑扑 只是刚到门边的青山猛男 就被一连串红点止住 然后一颗颗子弹射来 全部暴头倒地 满地鲜血 雷天暴和司徒进 他们目瞪口呆 下一秒 杨剑雄在五六人簇拥中 威风凛凛出现 一身雪白制服 神圣不可侵犯 还认识老子吗 杨剑雄站到雷天暴面前 抬手就是两个耳光 你 雷天暴捂住脸颊 精神恍惚 你不是那邪警吗 老子杨剑雄 杨剑雄一枪打碎他的膝盖 杨剑雄 雷天暴连惨叫都忘记发出 难于置信 看住制服上的锦边0001 真是杨署长 这不可能 雷天暴一脸绝望 他知道 自己今晚踢在铁板了 不仅他要倒霉 梦是兄弟也要万劫不复 梦将南和司徒进 也无比震惊 怎么都没想到 对付一个叶凡 会把杨剑雄招惹过来 叶凡怎会跟杨家有交情呢 几个游物也心乱如麻 看住叶凡 不屑的眸子有了一丝害怕 砰 没给雷天暴懊悔的时间 杨剑雄一枪爆头 司徒静和几个女伴俏脸瞬间苍白 梦将南又晕了过去 全部带走 突击审问杨剑雄大手一挥 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第一百张分崩离析 随着杨剑雄的指令发出去 整个青山公司击飞狗跳 先后被逮捕 还有人持谢被就地枪毙 昔日横行霸道的他们 遭受到残酷打击 接着 大批账本和视频被控制 警方还在训练官队伍中 发现逃犯藏匿 青山公司的雷雷罪行全面暴露 富贵和陈晓月没事吧 青山基地的门外 警车中 叶凡一边吃着三明治 一边向杨剑雄发问 放心 他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陈晓月也有专人安抚 杨剑雄把叶凡想要知道的 全说出来 我还让两名小护士照顾唐若雪 暗中还有探员保护他安全 今晚这种阴沟里翻船的事 我是绝对不会再让他发声 叶老弟 委屈你了 这一夜风波 让杨剑雄彻底接受了叶凡 一点小时 叶凡向外面微微偏头 怎么处置他们 老底座穿拜 杨剑雄没有对叶凡半点掩饰 不是我公报私仇 而是孟江南和司徒敬他们 罪行足够无期 至于孟大军 犯的法更多 不仅非法禁锢无辜人员 逼良为娼 至残他人 还藏匿不少罪犯 他的安保公司队伍中 犯有前科的 刑满释放的 在逃的 什么人员都收留 孟大军连羽叶屠夫都收留了 杨剑雄眼里闪烁一抹吃热 这次他不倒霉 谁倒霉 羽叶屠夫 杨剑雄笑了笑 你肯定熟悉 因为去年新闻播放了半个月 他们可都是中海通缉犯 叶凡一拍脑袋响了起来 羽叶屠夫是五个变态 连环杀人犯 四男一女 专门在羽叶出来杀人 不是男的开出租车 绑架单身女乘客 就是女的假装怀孕 迷云好心女路人 过去两年 他们杀了的人 还全是单身女性 他微微哑然 我记得 警方好像击毙了他们 怎么还活着 去年警方确实 围不过他们 还击毙两个男的 但还有三个 却趁着雨夜 从下水道跑了 杨剑雄接过话题 我们进行全市搜查 找了一个月都没见影子 还以为他们早就跑出中海了 没想到 就躲在青山公司 做训练官 他脸上有着一抹遗憾 可惜刚才抓捕 他们没有跑出来对抗 而是第一时间 从雨水道跑掉 叶凡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老弟 行了 这些事 你不要多想 你也不会卷入进去 杨剑雄一笑 没有人会知道 你今晚来过这里 几次相见 他对叶凡性子多少了解 这小子不喜欢万众瞩目 更不喜欢卷入江湖恩院 叶凡笑了笑 很好 最好当我不存在 包括孟江南和司徒进的口供 杨剑雄哈哈大笑 放心吧 不会给你功劳的 我让人先送你回医馆 我待会签发通缉令 全面抓捕孟大军他们 他拍拍叶凡肩膀准备下车 叶凡问出一句 孟大军死刑部 他的孟大军没见过面 但从雷天暴行事作风可判断 这就是一个无法无天 没有底线的人 一个赶在医院持血行凶的幕后家伙 如果活着 叶凡会担心母亲和唐若雪他们的安全 抓 肯定会抓 死刑太难 杨剑雄实施求是 除了证据缺乏外 还有就是他在中海 和龙都有人 那些人 保不住他财富和清白 但保小命 还是可以的 他宽慰叶凡一生 你放心 他出不来的叶凡淡漠一探 对于我来说 还是死人安心啊 他拿起手机发出了一条短信 夜色中 一辆黑色家常林肯车 正晃有优势向青山基地 车上有三名黑庄保镖 腰间全都带着武器 后排中间 靠着孟大军 他一边叼着雪茄 一边把玩佛珠 去医院探望弟弟出来后 他就去小情人那里 风流了一把 然后才动身去公司 看叶凡凄惨下场 想到昔日 对自己宁死不去的 员工未婚妻 如今乖巧无比 顺从自己 孟大军就充满了 征服成就感 叮 也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接听片刻后 孟大军脸色巨变 安保公司被警方端了 翻出一堆非法账本 视频 逃犯 还有十几名禁锢人员 弟弟 司徒靖 雷天豹 他们全失去联系 一切中海人脉 失去动静 孟大军不知道 是不是叶凡缘故 他只知道此刻 面临艰难选择 跑路 他舍不得 一手缔造的几十亿王国 不走 事情败露 必然锒铛入狱 昔日仇人 也不会放过他 舍得 有舍才有得 如此安慰自己的孟大军 最终大手一挥 便道 去龙都 龙都有他的保命符 也有东山再起的资本 司机和保镖一愣 但没有多说什么 方向盘一转 车子马上偏离 向龙都方向开了过去 孟大军 没选择机场和高铁 他相信警方 肯定有部署 所以让司机 直接走高速 哦 就当他们即将驶到高速收费站入口时 一辆商务车突然毫无征兆地变到刹车 性能优良的林肯家常车 堪堪杀住 还没等孟大军他们开窗叱骂商务车司机 背后一辆货柜车突然加速冲了过来 车子快要触碰林肯车时 货柜车司机来了一个急杀转向 车头一偏 避开追尾 但货柜车后面的集装箱却倒了下去 哄 几十吨的箱子和货物压向了林肯车 刺耳声响吸引众人注意 让孟大军他们下意识抬头望去 不看还好 一看全都脸色巨变 砰 在孟大军他们手忙脚乱打开车门时 集装箱已经狠狠砸在了林肯车顶 所有车窗玻璃瞬间崩裂成渣 飞溅的到处都是 这极其短暂的时间内 防弹车顶如同巨石重压下的薄铁皮 严重变形 金属扭曲声令人毛骨悚然 原上身直立的孟大军一伙 请客被押 鲜血飙出几十米远 还有不少洒入商务车和收费站上 商务车也停在前面 车门打开 黄震东叼着一根烟出来 他对住从货柜车驾驶座爬出来的黑子 就是一顿飞踹 干你大爷 干你大爷 速度不会慢一点啊 见了老子一身血 黄震东痛心疾首 这可是八万块的阿玛尼啊 第101章人在哪 早上七点 叶凡简单洗漱一番 换了一身新衣服 然后就提着早餐走入医院 来到唐若雪所在的病房 叶凡微微一愣 发现赵东阳和赵小月在里面 与此同时 走廊也急匆匆走来 丈母娘林秋玲和老丈人唐三国 叶凡怎么回事 若雪怎么就进医院了 还洗胃了 你这两天也没有回家 跑去干什么去了 林秋玲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 一边小跑柱冲入病房 一边声色俱力向叶凡发问 叶凡 这究竟怎么回事 你说句话 唐三国也对叶凡怒喝一声 哑巴了吗 林秋玲跑到病床旁边 不断抚摸唐若雪的翘脸 一副担心她出事的样子 叶凡扫过一眼 唐若雪脸色有点发白 但呼吸和心跳都平稳 之所以没醒来 是过度疲惫所致 叶凡松了一口气 然后轻声解释 她昨晚见客喝多了一点酒 闭嘴 赵东阳粗暴打断叶凡的话 这种时候了 你还要撒谎吗 你还真是坑崩拐骗齐全啊 你这样满嘴谎言 你对得起弱雪吗 她义正词言呵斥叶凡 对得起叔叔阿姨的托付吗 灵秋灵脸色一沉 东阳 你说 究竟怎么回事 阿姨 还是我妹来说吧 赵东阳摇摇头 免得叶凡说我挑拨离间 待会发火 把我打一顿 唐三国立刻一声 他敢 叶凡微微皱眉 不知道赵东阳玩哪一出 叔叔 阿姨 是这样的 叶凡前天碰瓷我哥 还不给弱雪面子 要我哥赔偿他一个亿 更是拿黄震东来 还要我们赵小月把碰瓷一事 向灵秋灵两人说了出来 听得灵秋灵惊呼不已 一个亿 小赤佬 够狠啊 唐三国板起脸 向叶凡喝道 叶凡 有没有这事 叶凡语气平淡 有这事 但不是碰瓷 是合理赔偿 还嘴硬 还嘴硬 灵秋灵柳眉一树骂道 你哪来的鬼谷子 圆青花 你觉得 我们会相信 你有八个亿的古董 为了吃钱醋 玩下三滥手段 叶凡 你真是太下作了 他恨铁不成钢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你黑心呢 若雪是大家闺秀 受不得这种龌龊行径 赵小月继续煽风点火 他苦口婆心劝告叶凡 结果叶凡都不听 让若雪非常伤心 昨晚 他去见孟江南谈生意 心情烦闷 一事不查 就被孟江南下药灌醉 若雪的秘书陈小月 看到不对劲 第一时间给叶凡这个丈夫 打电话求救 可叶凡却完全无视 我哥收到消息 就飞车赶了过去 把若雪从孟江南手里 硬生生就回来你们看 我哥脸上 还有孟江南保镖打的伤呢 他指着赵东阳脸上一处 淤青妖宫 混账东西 听到赵小月这一番话 林秋林顿时勃然大怒 根本不证实 对住叶凡就是一大耳光 我告诉你 我女儿如果有事 我一定要你赔命 叶凡左手一探 抓住林秋林的手 妈 事情不是她说的那样 不是她说的那样 那是哪样 林秋林连连吼处灵魂拷问 一个亿不是真的 若雪为你糟心不是真的 她差点遇险不是真的 如不是你让她添堵 她会心烦意乱喝酒吗 她以前谈生意 基本都是不喝酒的 你敢说自己没责任吗 若雪对你掏心掏肺 还给你买劳力士 你却把她弃成这样 你还有良心吗 唐三国也怒不可斥 放手 放手 抓着你妈手干嘛 要收拾你妈妈 叶凡松开林秋林的手 心中暗叹一声 自己确实有点责任 没用的东西 林秋林气得高血压上来了 捂住心口 气不顺地亮枪了几步 阿姨 你没事吧 赵东阳眼急手快 搀扶着林秋林坐下来 阿姨 你放心 若雪没事 醒来就好 东阳 幸亏有你 不然若雪出事 我们也不想活了 林秋林缓了缓情绪 随后依然指着叶凡骂 你 你给我滚 我要让若雪和你离婚 离婚 我真是瞎了眼 当初让你做上门女婿 滚 滚 她不想看到叶凡 现在就从我眼前消失 叶凡神情淡漠 爸妈 若雪的事 我有责任 不过你们放心 她以后绝不会再受到伤害 不会再受到伤害 赵小月冷哼一声 若雪求救的时候 躲得跟缩头乌龟一样 还不会让她受到伤害 唐三国恨恨骂了一句 自己女人都不保护 窝囊废 叶凡看住赵小月冷笑 谁把若雪从孟江南手里救下来的 你们心中难道没点数吗 不是我哥救的 难道是你救的 你有叫板孟江南的实力吗 赵小月听到这句话 顿时心里抽了一下 上来指着叶凡的鼻子 你是想说你救了若雪对不对 唐三国训斥叶凡 叶凡 错了就错了 不要再给自己脸上贴近了叶凡淡淡出声 谁救的人 问陈小月就清楚 滚啊 我不想再看到你 再听到你说话 林秋林手指点住门口喝道 快滚 赵东阳拿出支票 搜搜写了一张 然后咔嚓撕给叶凡喝道 一个亿陪你 以后不要早烦若雪 擦 林秋林直接冲上去 夺下那张支票撕成两半吼道 东阳的债 我们扛了 你要一个亿 就来找我们拿吧 林秋林大义凛然 我们唐家是知恩图报的人 绝不会让东阳流血又流泪 唐三国也扬起脸 对 要讨债 找我们讨债 有种弄死我们 听到没有 还不滚 叶凡正要说话 赵东阳冲了上来 把叶凡向门口推举 你要气死二老吗 要气死若雪吗 看到唐三国和林秋林 怒气冲冲 叶凡散去解释的念头 他相信陈小月会告知他们真相的 他转身离开了病房 五分钟后 叶凡出现在医院后门 尘封中六辆汉马一字排开 流淌着金属的寒意 中间车辆 黄振东一身封衣 拉开车门 毕恭毕敬 叶凡淡淡开口 人在哪 旺江茶楼 第102章无法招惹的存在 叶凡钻入车里 黄振东就一踩油门离去 五辆白色汉马也呼啸着跟过去 他们目标明确直奔旺江茶楼 这个时间点 正是中海上班高峰期 处处都是车辆和行人 黄振东却踩着吉普车油门停都没停 什么黄灯六分 什么红灯禁止 在黄振东看来都是浮云 待会他和叶凡还要玩大事 又岂会在意规则 车子气势如红 如非后面没有警车追击 路人都以为这是劫匪的车 临近望江茶楼 汉马车骤然加速 电闪一般疯狂窜出 路边几片树叶被气流带着飞舞 路人目瞪口呆看住这一幕 忘了惊呼尖叫 很是震惊这几部车子的横冲直撞 望江茶楼 中海喝早茶吃点心最好的地方 漂亮的迎宾小姐姐正迎接着来往客人 职业性的笑容 甜甜的喊叫 食物的香气 让进出茶楼的客人一如既往享受 但这个早晨注定不太平 窝 就当迎宾小姐微微鞠躬送走一部客人时 六辆汉马车像是疯牛般轰然冲了过来 迎宾小姐花容失色 下意识后退躲避 汉马车嘎然而止 极其嚣张地停在阶梯处 橡胶位十足 黄震东留在车上 其余人一边开门 一边戴上口罩 与此同时 黑狗和黄东墙从对面闪现 悄无声息加入队伍 走 叶凡从车窗直接跃出 带着黑狗他们直闯三楼 他收到消息 陈丽阳包下三楼跟同伴喝早茶 梦是兄弟和青山公司倒霉了 不代表叶凡就会放过陈丽阳这个始作俑者 楼梯口有三名陈丽阳的保镖 看到叶凡出现就脸色巨变 干什么 叶凡没有回答 上前一脚 瞬间把中间保镖踹飞 飞狗他们也揪住另外两人 对住楼梯扶手一刻 砰 鲜血从碰撞处蹦射出来 随即两名保镖就软绵绵地倒地 平日喧哗的茶楼 在这一刻如坟场般寂静 来往时刻不仅震惊叶凡他们下手狠辣 还震惊他们赶在这里撒野 这茶楼可有梦是兄弟股份 叶凡看都没看中人 从保镖怀里摸出两支土枪 打开保险杀气四射 在金属响洞中 迎兵小姐他们全都趴在地上 几个冲过来的保安也丢掉甩棍 转身就跑出了茶楼大门 叶凡拿着枪械熟练操作了一把 随后就把两支枪械丢在花盆中 黄东墙一声不吭拿到手里 有样学样打开保险 走 叶凡拍拍手 登登登上楼 砰 叶凡带着黑狗几个上到三楼 一脚踹开屏风 视野顿时清晰 赫然可见陈立扬等十余人的笑脸 有男有女 还有半截没有收回的鸡巢 叶凡那傻叉 傻乎乎的在 KTV捅人 估计这辈子都出不来了 陈立扬指住了话题 妄想闯入近来的叶凡 热闹非凡的三楼 也瞬间安静无声 陈立扬 叶凡的嘴角微微上翘 有鄙夷也有嘲讽 又见面了 鸦雀无声 三楼人不少 除了陈立扬之外 还有十几号华裔男女 以及袁静和杨千千 原本高堂扩论指点江山的众人 此刻像是被定格了一般 袁静送到嘴边的信阳毛间 都忘记喝 他们全都一脸震惊 看住杀入来的叶凡 他们亚然叶凡毫发无损 从警局出来 还亚然他敢闯入聚会 摆出强势态度 面对陈立扬 在叶凡背负双手 走向陈立扬时 一个耳环青年牛轰轰 站起来喝道 混账东西 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滚出去 扑 不带叶凡吩咐 黑狗直接冲了上去 一刀扎入对方腹部 稍微停顿 等在做男女缓过劲 猛地扭转刀锋 一股鲜血 瞬间从耳环青年的腹部建设 狠辣 血腥 耳环青年短促惨叫 腹部被绞个稀烂 面若死灰 刀子拔出 躯体轰然倒地 现场女眷下意识尖叫 五六个青年反手操起椅子防备 谁都没想到 叶凡敢带人来玩命 圆镜和杨千千 下意识贴近陈立扬 寻求想要的安全感 叶凡 有点倒行啊 陈立扬挥手制止同伴冲上去 比我想象中要有血性 可惜你们太冲动了 越狱是大罪 捅人更要牢底坐穿 被抓住了 你们起码十年以上牢狱 他把手机丢给圆镜报警 告诉警察叔叔 这里有人行凶 说话之间 陈立扬端起一杯热茶 随后饶有兴趣 瞅着叶凡 冷笑 卖悠悠喝茶 傲慢而张狂 在他的猖狂态势鼓舞下 一伙同伴走出黑狗捅人的威慑 眼神渐渐变得很利 摆出随时干架态势 别废话 孟江南说 是你说是他对唐若雪下手的 叶凡没有跟陈立扬客套 你就回答我 是不是 没错 是我陈立扬也没有废话 钱翠利落承认 阿波罗餐厅 你打我脸 我不爽 我要报复你 叶凡淡淡出生 那你冲我来啊 对女人下手算什么 只折腾你 没意思陈立扬很坦诚 把唐若雪撕碎给你看 那才够位 够快人心 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 叶凡轻轻点头 有你这话就行 怎么 不爽 叫板我 陈立扬不置可否笑道 叶凡 你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 我告诉你 警察很快就到 我的手下也会大批赶负 你越狱 捅人 先想想怎么摆平警方吧 他完全是猫捉老鼠 太是俯视叶凡 让袁静暗呼 这才是真正好哨 放心 警方抓走我之前 你陈立扬要先倒霉 叶凡带着黄东墙晃悠悠过去 算解我女人 我不会放过你的 话说得牛哄哄 陈立扬不置可否一笑 但我可以告诉你 孟大军和警方都足够你脱层皮 而我和陈家 更是你无法招惹的存在 他一脸傲然 抽出一只雪茄 漫不经心点上 眼神蔑视 看住叶凡 没有韩南华在场压着他 叶凡这样的小鳖三 他可以踩一百个 要知道 他可是舞者 不是普通人能够叫板的 几个靓丽女人 也不屑看住叶凡 敢跟陈立扬叫板 简直是不知死活 搜 叶凡身影一闪 请客到了陈立扬面前 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啪 清脆响亮 无法招惹的存在 叶凡反手又是一大耳光 我招惹了 怎么地 第103章偷袭我 叶凡两大耳光下去 陈立扬的雪茄都被打飞了 脸颊更是多了两个红印 叶凡没有停歇 又是一巴掌 无法招惹的存在 你以为你是谁 修仙啊 在我眼里 你跟一条狗没什么区别 陈家也是一堆垃圾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一刀捅了你 接着 他一脚把陈立扬踹飞出去 陈立扬闷哼一声 摔出四五米 还扯掉一张桌布 让现场一片狼藉 叶凡这一番举动 瞬间让全场死寂 每个人脸上都目瞪口呆 他们无法置信看住这一幕 相比黑狗捅伤耳环青年 叶凡这几个耳光更有冲击力 这可是陈立扬啊 中海屈指可数的恶少之一 没有韩南华压阵 叶凡这样叫板 跟找死有啥区别 就连袁静和杨谦谦都愣了 觉得叶凡是不是捅人后下傻了 舞者啊 陈立扬可是舞者啊 能挑衅吗 偷袭我 打我耳光 陈立扬从地上爬了起来 脸上有着屈辱和愤怒 叶凡 你完蛋了 你彻底完蛋了 你在阿波罗餐厅能欺负我 不过是你狗杖人士 现在没有人给你撑腰 不 就算韩南华在这里 我也要亲手弄死你不可 区区一个吊丝 一而再再而三叫嚣 完全不摆证自己身份 这让家世舞蹈显赫的陈立扬 愤怒到极点 至于刚才被叶凡 轻易打了几个耳光 还一脚踹飞 对于陈立扬来说 只不过是叶凡偷袭 叶凡扯过一张纸巾 轻轻擦拭着双手笑道 不用寒老 我一样能欺负你狂 太狂妄了 这是所有人的感觉 当住这么多人的面 居然敢这样说话 哈哈哈哈 好 多少年来都没有人敢这样 跟我说话了陈立扬不怒返笑 扭扭肩膀和脖子 松弛住自己骨骼 准备给叶凡一个惨痛教训 叶凡 你的这份狂妄和无知 真的令我们都大吃一惊 给你一个选择 自费双腿 把唐若雪送我床上 我今天给你一条活路 不然 你就会跟着杯子一样 粉碎 她咔嚓一声握碎茶杯 展示着自己的强大力量 舞者一怒 血流成河 在场同伴见状纷纷欢呼 喊着陈少威武 陈少霸气 袁净也是美眸放光 叶凡 我劝你现在下跪还来得及 你今天仰仗的韩南华和黄振东 都帮不了你 袁净站出来喊叫一声 如果韩南华帮不了你 你这样的普通人 在陈少面前只有死路一条而动手 你更不堪一击 你虽然也有点伸手 可陈少是准黄敬舞者 他一直就能戳死你 黄敬一怒 浮尸千里 听过没有 准黄敬舞者 叶凡文言冷笑不已 黄敬舞者 他都杀了好几个了 陈丽扬走到叶凡面前 眼中充满了不屑与冷漠 叶凡啊叶凡 以前我觉得我陈丽扬也算很狂了 但是我没想到 你竟然比我陈丽扬还要狂 不过我们有一点区别 那就是我虽然狂 但是我有狂的资本和底气 我有狂妄的资格 而你呢 草根一个 烂命一条 称死就是狗障人士 我告诉你 不用动我人脉和关系 我一个拳头就能打死你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天有多高 这地有多厚 像你这样的普通人 要不是我不愿意杀你 你早他妈死了八百回了 陈丽扬怒吼一声 忽然猛地欺身而上 在他眼中 叶凡只是一介吊丝 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衅他 简直就是不知死活 杨千千他们都怜悯地看住叶凡 叶凡要完蛋了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怎么就看不到自己跟陈丽扬差距呢 杨千千他们全等住看叶凡笑话 只有让他见识到自己的弱小与可怜了 他才知道刚自己究竟是什么货色 圆境见到陈丽扬动手 也不由得悠悠一叹 叶凡啊叶凡 你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你连黄东墙都不如 又怎能叫板陈上呢 等下陈丽扬打得你跪地求饶时 我看你还能不能这般狂傲 呼 陈丽扬一记金刚拳打向叶凡 是大力臣 这一拳如打在叶凡身上 不会让他立刻死掉 但是却会让叶凡断裂全身骨头 疼痛得生不如死 金刚无悔 啪 叶凡看都没看一眼 只是右手猛地甩出一巴掌 砰 一声巨响 陈丽扬被叶凡打了个正住 半边脸颊瞬间红肿 他整个人也跌飞出去 狠狠撞中一张桌子 桌子破碎 满地狼藉 陈丽扬也是嘴角躺血 浑身肮脏 全场一片死寂 袁静他们目瞪口呆 完全无法相信这一幕 陈丽扬可是五道高手 十个保镖都不够他塞牙缝 怎么就给三脚猫功夫的叶凡打怕 还是轻飘飘一巴掌 袁静他们无法接受 陈丽扬也是悲愤不已 原本想要肆虐叶凡 结果却被对方打成死狗 他很憋屈 很难受 他盯着叶凡又怒又惊 你偷袭我 太无耻了 听到偷袭 袁静他们恍然大悟 怪不得陈丽扬吃亏 原来是叶凡偷袭 这也太不要脸了 打不赢就偷袭 啪 叶凡没有废话 上前又是一巴掌 陈丽扬又跌飞出去 在地上吐出五六米痕迹 无比凄惨 偷袭 叶凡没有停歇 又走了过去 抬手又是一巴掌 你有资格让我偷袭吗 陈丽扬全力躲避 却依然无法躲开 他又被扇飞 刚刚站起 叶凡又是一巴掌 啪 一连串的耳光中 陈丽扬翻滚了出去 脸颊都肿了 最后一巴掌 直接把陈丽扬拍翻 在地不说 还崩溃了他的全部斗志 扑 倒地的陈丽扬 一口鲜血喷出来 随即 一只脚就踩在他的后背上 稳如泰山 陈丽扬全力挣扎 却依然爬不起来 杨谦谦他们 悍然地看住叶凡 陈丽扬有多厉害 他们可是很清楚的 但是现在不仅没有杀掉叶凡 还被叶凡一巴掌一巴掌打飞了 这怎么可能呢 叶凡怎能打赢舞者啊 圆静很生气地看住叶凡 第104章再动试试 哟 陈少 我一口气偷袭了你十次 四次都把你偷袭成功 叶凡重重踩着陈丽扬冷笑 你怎么就不警惕呢 怎么就不戒备呢 你这样大意让我很失望啊 他脚底不断用力 让陈丽扬惨叫不已 也让杨谦谦一伙进入寒蝉 黄东强眼里倒是痛快淋漓 只是也没出声 安静躲在角落 你是黄静高手 陈丽扬愤怒无比 却不得不面对现实 显赫家世 不凡伸手 让陈丽扬这两年 一直有一种错觉 年轻一代 他算得上最牛叉的人物了 再给个十年八年 他也能跟一门二虎三财神 平起平坐了 所以他对前圣伙和黄震东 都是满脸不屑 就连韩南华和前富甲几个 陈丽扬也缺乏敬畏之心 正是这份自大和实力 让陈丽扬觉得 捏死叶凡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还是全方面碾压的那种 但是现在呢 被打趴的是他 蚂蚁转眼之间变成了大象 还居高临下踩着他的背 十八掌 大的陈丽扬怀疑人生 别说过两招了 他连躲避实力都没有 怎能不让心高气傲的他绝望 其余同伴也是面如死灰 昔日的跋扈荡然无存 我是不是黄敬高手 不重要叶凡嘴角勾起一抹戏血 重要的是 我能踩下你这混蛋 王八蛋 你敢动我 警方不会放过你 陈家人也不会放过你 陈丽扬前所未有憋屈 堂堂陈家大少落到这个地步 他感觉耻辱 但更多是不甘 叶凡一脚踩住陈丽扬的右手 怎么不放过我 看到叶凡这样嚣张 袁靖心里很是难受 他怎么也想象不到 会是这样的一种结局 叶凡不仅没被陈丽扬一拳打死 还把陈丽扬死死踩在脚底 这个前男友 比起以前完全是天差地别 一个月来 叶凡屡次刷新他的认知 而这种刷新每次都能够刺激到他 让他为此感到妒忌和不爽 叶凡 王八蛋感受到手腕的疼痛 陈丽扬怒吼一声 你有种就弄死我 开玩笑 我可是守法公民 叶凡保持着风轻云淡 我怎么可能当众杀人呢 我来这里 不过是给唐若雪讨点公道 死罪可逃 活罪难免 叶凡盯着他的手腕开口 你让唐若雪差点失身 我断你两只手 不过分吧 叶凡 够了 袁静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无法容忍自己的金主 被抛弃的叶凡这样践踏 叶凡就没资格对付陈丽扬 他手指一点 愤怒娇喝 叶凡 适可而止吧 你虽然能打 但陈家可是大恶 有权有势 不是你这吊丝能比的 孟大军 青山安保公司 陈少 霸王药业 陈先生 包海银行董事长 哪个不是庞然大物 哪个是你小小叶凡 能够得罪得起 你这样肆意妄为 想过后果吗 想过你身边家人吗 袁静这一番话出口 再做十余人惊醒过来了 是啊 这个社会可不是古代 不是信侠仗义的时代 在这个年代 还是靠金钱和权势说话 伸手在厉害 如不是顶尖那几个 还不是给人看家护院 陈世家大业大 若是真要与死网破 陈家丢个十亿八亿 就能请出一堆高手对付你 莫要以为黄静高手 就很厉害了 要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上面还有玄静 地静和天静呢 而陈家 由那个金钱和权势 可以请动玄静高手对付你 你伤害了陈少 陈家一怒 不仅你要倒霉 你身边人全要遭殃 袁静傲然开口 叶凡 你不要自误了 旁扶一下子找到了自信 不错 有钱有势才是王道 一个千金小姐在旁边 只高气扬喊道 袁静一袭话 顿时让十几人把头重新抬起 他们的钱 他们的人脉 都远胜于叶凡 他们怕什么 难不成 叶凡真敢杀他们 不担心坐牢 不担心家人受牵连 哪怕你是黄静高手又如何 又一个公子哥喊道 你打得过刀 打得过枪吗 打得过国家机器吗 所有人跟住醒悟 的确 前世才是真正的王道啊 陈家怎么说 也是权贵家族 钱和人卖这种东西 已经多到普通人不敢想象了 叶凡拿什么抗衡 你赶紧住手 然后给陈少磕头道歉 再听他的要求 赔偿 把唐若雪送过来 这样你就能剪一条生路了 我可以保证 只要你按照我刚才说的做了 我一定让陈少放过你 袁静苦口婆心 劝告住叶凡 陈少没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咔嚓 叶凡一脚踩断陈立扬的右手 不简单 怎么不简单 陈立扬止不住惨叫一声 你 袁静死死捂住俏脸 难于置信 看住叶凡 他都把话说得这么清晰了 叶凡怎么就听不懂了 他怒不可斥 你闯大祸了 咔嚓 叶凡踩断陈立扬的左手 什么大祸 袁静差点气到吐血 哦 几乎同个时刻 六辆黑色吉普车 簇拥着一辆越野车 直接堵住茶楼大门 气焰嚣张 随后 六辆车子相续打开车门 反手关闭 砰砰作响 茶楼的喧嚣再度因此凝制 闲人必退 十多名风衣猛男下车 簇拥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周年男人一副国字脸 带着一串佛珠 凶神恶煞 瞪瞪眼睛绝对能威慑不少人 十多号人浩浩荡荡涌入大厅 把楼梯口的几个人踹飞出去 不少时刻纷纷避让 脸上流露惶恐 几个服务员更是站直身躯 大气不敢喘 他们认得出 这是包海银行的董事长陈光荣 黄震东微微偏头 带着手下暗中盯住 砰 十几名陈家壮汉 很快涌入三楼 气势惊人 陈光荣冷漠住脸 一路行来 俨然掌控苍生的上位者姿态 他背负双手现身 陈立扬虚弱喊出一声 爸 终究还是要靠爹 看到陈立扬前所未有的悲惨 陈光荣拎住脸望向叶凡怒急而笑 感动我陈光荣的儿子 有种啊 当住我面 再动一动试试 好 叶凡很平静地回应一字 随后 上前一步 又踩了陈立扬一脚 咔嚓 陈立扬惨叫一声 左腿断裂 全场一片死寂 所以我 minimize 那就是 竟然